目前我们台湾的到货疫苗 只有485万剂 如果扣掉美国送的 如果扣掉日本人送的 自己花钱买来只有111万剂 在选择还有数量都非常有限的状况之下 就有人觉得说 我们又不是没有钱 干嘛一定要别人给别人捐呢 这中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甚至台北市议员罗正强 还有高分贝的批评说 这根本就是乞丐的行为 来看看蔡总统怎么回应的 我是觉得这一次日本跟美国 对我们的疫苗上的协助 应该说是好朋友之间的相互的帮忙 现在即便他们国内的疫情 他们还是在努力当中 可是他们仍然能够把 可以分出来的疫苗 让我们可以取得 我觉得 这个乞丐的说法并不恰当 蔡总统说不是乞丐 乞丐的说法不恰当 就是好朋友之间互相帮忙的行为 可是这一段 蔡总统讲的特别特别的结巴 顿了好多次 我觉得这不是很 不晓得是不是因为 不习惯直播的关系 我们刚刚也讲过了 我们得到的疫苗大部分都是别人捐的 每日捐赠374万加起来到目前为止 那最大量的来源当然就是美国给我们的250万剂的莫德纳 不过这是美国人发善心 捐给COVAX的面向全球捐的两批一次到货 所以是250万批 想一想有点可怜上次哥 COVAX是给那些中低发展程度国家的 我们要靠这个 前子其实我不是那么同意 美国发善心 其实你要知道 美国这几百年来在国际关系上当中 它没有什么善心可言 你说美国是个人道主义的国家 不是的 在很多地方发动战事 过去有多少后来被揭发的这种 你叫欺负战俘 然后还有各式各样的行为 美国其实不是善心 它是利益 美国在国际当中 包括这一波疫苗当中 第一个他们就多了 这个就是多了 然后而且很多也会录去到期 这跟日本是一样的 我们虽然认为说 它当然不是恶意 但是你全都说它是好意 全都是上场讲错是 朋友之间 朋友之间真的就是要这样子 你知道就伸手牌吗 别人当你叫朋友 你也要稍微有点自知名 所以其实我非常同意赵少康先生 他其实提到的 为什么不用借 对吧 我们是朋友 朋友为什么要讨 你们借 就是说你们借给我 我们后面买到了再还给你们 或我们 你借我们 借我们疫苗 但我们给你钱 其实不是买 但是你借给我 对啊 朋友知道真正的东西 是这样子的东西 你不是空手道 不是现在其实就到处要 所以我说在这个过程里头 如果真的要去看这个东西 就是有关于整个台湾在各地方 一直去讨 然后你说真的现在罗州长 或者是那么多人在野党在批评 是乞丐这件事情 真的是起来有志 不过当然我个人是这样子 我不是很 我自己都没有用过乞丐 在我的所有的评论里头 我不是太赞同乞丐这两个字 因为我觉得对乞丐污名化 乞丐就很可怜了 现在还把这些民进党这些 官员政客连同这些网军蟑螂 你知道都说他们是乞丐 我觉得对乞丐化乞丐 但我们仔细去看 我觉得这里头有在台湾本土 在我们的文化里头有个概念 其实是什么 我觉得蔡总统或整个民进党 他其实把台湾人当奴卑 所以我提出我认为台湾有一个 民进党有个台奴主义 把台湾人当奴 然后对于奴隶才会这样子 就是你我也不是怎么样 就你还是要帮我干 你还帮我打高端疫苗 你还帮我实验这是奴隶 我们不会叫乞丐去打高端疫苗 或者叫奴隶 比较低等的人 对 然后所以对低等的人都受苦 死了很多部分人 蔡总统都绝对不会去 慰问这些死掉的 或者这种不幸当中确诊的 或打疫苗当中副作用的 他不会的 但是他就会去 他就会对拜登的狗 会对日本的狗交易人 至村间在第一时间 就看他们致意 所以我真的蛮主张 你知道我真的呼吁 在基层当中的这些确诊死亡 家人死了 甚至最后都连最后一面 火化都见不到的 所有的这一些的家属 请你们把你的复文 把你的白帖寄到总统府 寄给蔡总统 你不打电话给我 我们就把复文寄给你们 第一个你要不要包点白包给我们 第二个你要不要英勇晚在 总统亲自 其实算是底下写的 这些白帖你就寄给我们 至少我们有被 你不来安慰至少背诀哀容 所以我觉得这 我们终究 我们当然不是乞丐 可是我们不能被当奴隶 可是现在蔡英文的手段就是 他们骨子里头对待的 真的就对待奴卑 台奴 而整个台湾对美国 我们就变成美奴 我们对日本就是日奴 你知道就是日奴 这种状况才会 明明你有钱你也不给 你就伸手 我在解读这整个事情 那个心态不是乞丐 我也不同意 我那么喜欢同意乞丐这个用词 撥灭了乞丐 但是有人认为 蔡英文或者是正面亚政府 把台湾人当奴卑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 对 因为这个讲乞丐 万一这个 可能有些乞讨的朋友会来抗议 这样也不好 已经很可怜了 对 已经很可怜了 这个也不太好 就像是上师哥刚刚讲的 朋友之间你请我一餐 我下一次付了这个账单 这个很公平的 我买单或者你买单 可是一直要朋友之间 这样子的帮忙 一直要人家给我们 的的确确很奇怪 也矮了一劫 其实先讲美国 他当然我同意上师哥讲的 这绝对不是什么 善心易举的问题 而是其实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的对岸也正在 在全世界到处送疫苗 是 其实一样的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战略 一个国际竞争的一个大战略 因为中国大陆这样做 美国也要这样做 美国一开始为什么会订 26亿剧疫苗 那他不会算数 他不知道他人口只有3亿多 他当然知道 他故意订这么多 就是要操纵这个战略物资 然后现在正在运用 这个战略物资而已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这不代表美国是错的 我认为美国这样做 是非常合理的 台湾如果有能力 我们也应该要这样做 只是现在台湾没有能力 这样做而已 所以也不用把它过于美化 说他变成一个大赛人一样 但是我们的蔡总统 结结巴巴地回答说 这是朋友之间的问题 你跟美日之间真的是朋友吗 你确定吗 你们这个朋友 我们这个美国跟日本 好像跟我们都没有邦交 这如果在人与人之间 人际关系什么意思你知道 就是你把他当朋友 可是他没把你当人看 不是就这个意思吗 他根本不承认你是人 然后你还把他当朋友 你是250吗 人家根本跟你没有邦交 人家真正有邦交 是你最坦率的对岸 你想过这件事情没有 你还在那边朋友朋友 真的好意思讲 然后我再必须讲 我对王定宇委员 我真的是很钦佩 为什么 他说有谁会见不得 台美日三国这样的良好关系 刚刚我已经讲过了 美国跟日本 并没有把台湾当国家 这是一个 第二个 这种外交关系就要良好 我们一直伸手跟人家讨疫苗 这种关系到底好在哪里 这是什么好的外交关系 其实王定宇委员 你脑袋吃糊涂了吗 你到底在说什么 谁在用粗暴的言语 贬低侮辱这样的关系 不就你吗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 因为美国刚受我们疫苗的时候 第一个讲说 美国不是因为看到台湾 死了这么多人命 不是看到台湾防疫有问题 而是从政治考量是谁 就是王定宇 所以谁在贬低这个关系 不就你 你在贬低美国人的意图 不就你吗 所以你还要什么好讲 所以我说真的 除了中共发言人之外 我们这次看到真的很多台湾的蛀虫 就是王定宇本人 王八千本人 不就是这样子吗 所以我必须讲 很多人说乞丐好像侮辱台湾 可以矮化台湾自己的行为 我必须同意一点 乞丐真的不是一个很精准的名词 因为乞丐是真的穷 真的遇到困难去跟人家讨钱 他为了维持他生活 不得不这样做 可是台湾不是 台湾明明有钱买疫苗 只是我们钱给政府了 政府不知道花到什么鬼地方去了 但现在没给我们一个交代 那一个明明有钱还跟人家乞讨了 这个人其实不是乞丐 他真正的名称叫做诈骗集团 诈骗集团 我们的政府正是个诈骗集团 对外诈骗 对内也诈骗 到处在诈骗 一个诈骗集团伪装成乞丐 丢乞丐的你 来看看这个王定宇 王定宇还是要看一下 我们关注他一下 他说每日分享这个疫苗给我们 是为了三个原因 他分析整理出三个原因 第一个感谢台湾过去的协助 我们好像有捐一些防疫的口罩 在疫情初期的时候给美国 还有民主国家的互助 民主国家的互助 世界上有多少民主国家 可以算一下 民主国家的互助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 不容许独裁的中国 霸凌民主的台湾 这一点应该就是最重要的一点 所以当然如果我们在这个 我们自己在国家里头批评 或者是监督执政党的作为 监督蔡总统 你就很容易中了一个圈套 就是你可能除了中国发言人之外 你还看到他台湾的蛀虫 这应该就是民运脑一贯的手法 到现在还在用还有效吗 当然我现在其实在这看 很多人对王定宇委员的 他的发言都很愤怒 其实我其实一点都不愤怒 我都很同情 当然都知道 就王定宇委员自从他绯闻案之后 他其实是想尽码在洗刷 然后我隐约觉得王定宇委员 其实是这样子 他现在有点感觉起来要把整个网军 网军 民运党的网军侧翼 还要配合一些网红跟名嘴 这些所谓的 我觉得他有点想到网军头子 你要知道其实很多人 民运党的网军蟑螂真的太多了 可是你真的仔细看 99%的网军蟑螂 其实他们没有论述能力 然后他们也都就是各式各样 各式各样的蟑螂互相蹭 然后梗图大家互相发 其实都只能这么一句话这么扯 所以王伟远其实他当然就有点思路了 而且我不得不说 因为王伟远跟我生日差几 没几天我们就同个星座的 所以我特别能够体会他的这个心境 所以他这个东西他其实在 不是他现在这个里面的论点 我们在看就像 政府民进党很多的座位里头 我们不能只看他们嘴巴讲的一些东西 你要看他背后的动机 所以王伟远现在真的整个动机 他其实就是想尽办法 看能不能变成网军头子 然后重新变成一个网军上 对于民进党立功的大将军 所以他表达很多论述 当然其实我们都知道 在两岸的这件事情上 有关于两岸牌 抹红是包括以王定义委员在内当中 非常常用的手段 我都被他亲自点名过 在做包抹红 然后可是在这个过程里头 其实是怎么回事 其实很清楚来看是 民进党当中的政策 不断不断的改变 你看早先无论如何从普筛 早先无论在维护高端疫苗 早先所有总统讲的民进党 尤其陈永永讲的政策 所有包括王定义委员在内的 当中的这些侧翼或网红 网军蟑螂们所有一起来做 都是处勇着 串来串去保护这些 所有的政策 可是现在政策一直改 一直发夹弯 一直丢包 一直弄 所以这些网红非常辛苦 包括王委员 我刚才讲我很同情他 他非常辛苦的 一直要发夹弯 然后把还是得用的抹红 还是得用的两岸牌 中国招 这些东西放在别的东西上 所以现在来看 其实在这个波的过程里头 我都觉得幸好大陆疫苗 像刚刚在谈的 没有进来 如果大陆疫苗进来 那还得了 只要有一个人打大陆疫苗 稍微发个烧 你们就立刻全网红 就讲了一副 就是台湾人都快死光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 我们都要洞悉 其实包括王定宇文也好 或者网路上东 各种现在在整个线上 我们要知道 防疫或疫苗这件事情 到目前为止 是非常少数 中国大陆也好 或者是台湾先前 因为卫福部的立场也好 没有卷入 其实我们要知道 疫苗跟防疫这件事情是 难得在一年多来 没有卷入台湾长久以来的 两岸碰撞的争议的这件事情 上海复兴不算吗 上海复兴是采 这个争议蛮大的 对 上海复兴是采过不到 但是终究没有进来 而且是卫福部的一方致言 而且从先前卫福部说 他们又是什么 在大陆分装或等等的 都陆陆续续的 其实最终还是被揭开 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过程里头 但我认为接下来有段疫苗 随着郭董跟台积电 在BNT疫苗上当中 所以现在除了美国这些疫苗 慢慢的进来之外 我都觉得包括这本节目 或乃至所有的 观众朋友 开始就要有准备 有关于疫苗 有关于防疫这件事情 随着之后 无论BNT疫苗能不能进来 乃至BNT要稍微 又晚了一点点 两岸牌 两岸 尤其中国这个抹红的扣的 又将要 以王天宇委员为主的当中 即将启动 这一波网红的 不是网红 包括网红在内的 网路蟑螂的护卫了 铺天盖地的抹红 什么时候会来 这个可能 大家要有心理准备 不过我们必须讲 刚刚这个 说到可能有学者 我们刚查了一下 这个要跟观众负责 有学者建议说 是不是开放私人诊所 来进中国大陆的疫苗 这个是台大医学院的教授 叫黄韵卢 王韵卢还是黄韵卢教授的提议 所以台湾内部可能专家 有这样的提议 可是他可能不知不觉 踩到了一个红线 我们先来看看 这是一个更新的快讯 也是我们TVBS的APP TVBS新闻网的最新的讯息 他说立陶宛将赠送台湾 两万剂的AZ疫苗 立陶宛是什么样的政权 它是苏联解体之后的 其中一个政权 他说要捐赠给我们 将捐赠给我们两万剂吗 还是两万剂没有错 两万剂的AZ疫苗 这代表什么样的讯息 这代表台湾的国际乞丐 已经世界知名了 已经红到立陶宛去 不是上个礼拜才有一个 捷克布拉格的市长不是说 台湾当天有送过口罩 我现在也要送你疫苗 但疫苗还没来我不知道 那个时候我就说 台湾真的是炒饭 讨到世界闻名了 你看亚洲也讨 美洲也讨 现在欧洲也讨 现在欧洲还讨不止一个国家 先是捷克 现在立陶宛 立陶宛很多人搞不好 连在哪里都不知道 它是波罗地海三小国 拉脱威亚 爱撒尼亚 立陶宛 它现在算东欧国家 算东欧国家 其实这个国家在欧洲 相对是比较边缘的国家 连这样相对比较边缘的国家 都已经看不下去了 你们真的觉得这样是一种光荣吗 民进党的朋友们 你们真的觉得这样算是 台湾又明洋国际 让世界看见台湾了吗 我知道了 就是上次哥讲的 另立蹊径的外交政策 其实我跟你讲 其实你知道捐给我们这些 AZ疫苗的国家 我们都好像在台湾 只听到恩惠 其实不然 其实就像日本 你要知道其实日本 像我这边就很多 我都因为我跟日本的关系 还是可以 我个人 所以是什么样的 就日本的部分 其实从民意 从他们赠送给台湾疫苗抵达 这一百多万剂之后 这个你现在看到这个新闻 事实上是上上个礼拜的新闻 也就是说台湾一传出 AZ疫苗接种有很多死亡 在日本许多媒体都有非常大的篇幅 很关心 他关心什么 因为日本是很怕麻烦 或害到别人的国家 所以日本现在舆论里头 没有人在在 台湾你们的感恩戴德 怎么样 他们也不会骄傲 而日本其实现在非常担心 这里头有移民论 很多论坛的讨论都是 我们捐给你那么多疫苗 现在你们在台湾死那么多人 我们有没有害到你们 所以也就是说其实现在 只有我们自己在这边 民党政府或者包括总统 其实都在自我陶醉 在怎么样 然后国际友情 然后网红门就一副 大家感恩戴德 恨不得所有人都来下跪 可是事实上 包括日本这些国家 甚至包括美国在内 很多人其实对于自己 送出去的疫苗还是担心 因为他们是负责任的 所以日本现在舆论跟论坛里头 对于日本赠送的AZ疫苗当中 造成台湾有高达那么多人 已经慢慢要接近百人的 副作用的这样子的猝死部分 他们其实是很忧虑的 是 其实我们收到的讯息是 现在台湾因为打了AZ疫苗 而猝死的人数已经超过百人了 不过还是要强调 在我们的指挥中心 现在说这一些猝死个案 跟打疫苗的关联性 现在还没有得到确认 所以还是鼓励大家去打 那一切的后续还是要遵照 我们的指挥中心的指示 只是刚才上志哥讲的那一段 我自己也心有其其言 因为我自己有一个朋友 日本学者 他曾经在中国大陆注点过 他最近也跟我联系 他也跟我说 关于我们124万剂的疫苗 送给你们 你们造成这么多的 疑似关联性的猝死 他们觉得内心非常的不安 这是日本民间有人 他们传递出来的讯息 观众朋友 您对于我们现在的疫情的这个政策 或是政府的疫苗的施打 您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欢迎您打电话进来跟我们一起讨论 我们的电话是02-2656-2700 02-2656-2700 也请您打电话进来之后 一定要把电视声音给转小 并且不需要问候主持人 或是来宾了 直接说出您的想法 好